斷路器 斷路器主要的功能在开启或切断电路电流 漏电斷路器主要应用于浴室、厨房、游泳池等较容易导电的场所 以防止因漏电而发生的危险 东源漏电斷路器TLZ系列为景具有漏电保护的斷路器 极速为二级、三级 以使用者负载大小分为30和50AF框架容量 额定电流依各扣量容量有所不同分为30A和50A 额定电压范围为110-440V 其断能力范围在交流电220V时 额定短时间电流为1.5Ka到2.5Ka 这边我们调选TLZ系列漏电断路器TLZ51系来做介绍 此型号框架大小为50AF三级断路器 向线式为三项三线式 额定电压为220-440V 额定灵敏度电流为30MA 额定不动作电流为15MA 额定短时间电流也就是起断能力为2.5Ka 动作时间在0.1秒内完成 最大使用电流为30A 黄色按钮为漏电测试钮 可于每月按压测试钮 确认漏电保护功能是否正常 本产品通过CMS及产品安全表彰认证 未经许可适不 adv teddy